这个舞台是我一直想来的舞台 舞台最熟的第小样子 到真正的上台 都有半年时间 我叫丹子尼玛 来自青海的一名藏族 真的行吗 我对自己就是抱有一些怀疑的台 叫李志宇 我来自河北石家庄 我叫王轩 来自北京今年31岁 我叫康树龙 我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各位老师好 我叫Tiger 我是来自于广东深圳的选手 我叫乔家好 我就是为了一个人过来的 李建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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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 ma 炸 当选了有全力的歌手 之后如何帮他选一些歌曲 如何引导他培养 符合他本身条件的音乐品位 那也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工作 你听过那个福宝内容吗 听过啊 啊 你先学一下感受一下 我再好好唱一点 尽量往内地靠一刻 坐坐坐 坐坐 坐坐 就是李建老师很接地气 就是一点架子都没有 本来会觉得明星起码 会有一点点的距离感吧 但是李建老师就没有了 我喜欢这种感觉 好声音还是在演唱方面是会有人 因为你的选秀是选更侧重于外表 其他的方式 他这也是完全选歌手 这好声音的学生在演唱上的水平 无疑是最高的 他的特点是咬字非常好 我刚刚听了粤语咬字是更适合的 吉他和演唱的相对的水准都比较高 他需要找一些跟他嗓音相匹配的作品 让他更本土化一些 好多天都看不完 我觉得那个歌他唱得很好 把一首流行歌曲 两台流行歌曲 唱得很有自己 真挚的情感 不留于表面 对可以 对可以 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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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这样 其实可以改 就是老师讲到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挺开心的 因为首先这首歌我挺喜欢的 李建老师还是给我选了一首我非常喜欢的 而且我比较擅长的那个英文歌 玫瑰人生 我第一次被他转身 是因为他的音色 从上升去的 他的音色上 当然北欧风格的民谣是很很纯净的很单纯 后来发现他的中音区也很好 那就更有说服力了 因为有中音区好的女生很少 李建老师是对我们特别负责任 然后对我们比较严肃的 我们选歌的时候都选了半个小时了 你就让我渴望的一个配曲 应该单纯唱比较好 他的音高高 让我渴望 人都非常随和 比方说说说单纯 你就咔哈唱 来来去葬我们 反正人家也听不懂 这种交流方式 我们就特别适应 所以全程我就一点也不紧张了 让我渴望的 坚强的你俩在合唱 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俩 坚强的你俩 坚强出现在眼里 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俩 坚强出现在眼里 康述龙是很粗犯很苍良的声音 但这种声音需要引导 需要合适的作品来烘托 需要有节制的去使用 要唱是属于自己的一个质感 这两个人在一起 音色上有这种强烈的压迫感 和这个强和弱的对比 可是弹增的那些绝技呢 又反而显得他们俩之间的那个精彩多了许多 歌词换了 然后你是女唱这样 什么叫这是 这是地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 比如大壮唱后来的歌 比如说唱后来的歌 你是女唱起来的 好 好 我们曾是最好的花伴 共同分享 换了悲伤 我们正常的朋友在 我这句可以好 我们每一个学员都跟李建老师 最喜欢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一直在接触 他一个字一个字的 包括段落啊 还有感觉都跟我们讲 我们变了光光 为了生活天天的梦 但是只要想起往行光 但是只要想起 只要其实是最难唱 但是只要想 只一定要是真摄很强的音 他们俩这组合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其实两个人都是唱那个主流大清歌啊 然后飙高音的这种选手 但是选了一首完全不能飙高音的 你想他吗 那壮唱是有一定基础的 雄性的荷尔蒙都特别多在声音当中 但这种声音也需要综合 就是说需要赋予它文化上的一些内衡 不能是仅停留在口号上的兄弟情 我之所以选了 我让时光给他 是综合他都市的特别幻展的那种性质 这两个人能把这首歌真正词的那种 准确地表达出来 那将会是非常大的一个颠覆 六个都是歌具特色 所以说音乐的好的还是多样的好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个无法取代的优点 这就够了 我希望还是以内地说起为主吧 基本上标榜上 按照那样一个高水平的 专业歌手的选举方式 包括编配方式来要求他 就这样才能够在 在众多的歌手中脱颖的完成 当这些选手都这么年轻 虽然会存在一些问题 但我觉得已经属于很难能可回 因为我在这里他们的年龄 我还不提人家好 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有巨大潜力 但是有潜力 有方向 至于自己能不能完成自己 会不会下心在自己 应该改变的地方有所改变 有些时候真是靠自己 就作为导师来讲 只是师父领境文嘛 修行在他们自己 也看他们自己的造谱 这音乐的兼职热情和 音乐上的情商和智商 很幸运来到这里 然后认识了这些朋友 然后他们给我就是很多建议 还教我唱歌很荣幸 我觉得今年的收获真的特别大 这些真的很棒 就是暂且不说谁输谁赢的嘛 我俩的关键就是 一定要把这个歌 最好的这个状态 留在这个舞台上 什么都笔上有一个好作品 留在这里 如果能够回到往日时光 哪怕只有一个完整 好一世中的心怕 就很很美能站在 夜飘于风中的翻 我会暗的你 坚强的你啊 阵长出现在夜里 我无法抗拒 我无法将你回去 我无法抗拒 我无法将你回去 我无法抗拒 他自己好听的意思 多重复几遍 中间有一个类似于Rap 一Rap一下就 你能看着他另音乐 因为没有人会想到 他能唱直上 你让他Rap 他还有些自聚 我就是自念你 快念嘛 这很简单 因为我的梦 大家这里唱书先很好 终于好 Rap 然后就说 I said there's a lot of girls I can do better But I can do it for a minute Delet is 就类似这种 在你都梦 不好意思啊 下篇的啊 我的梦你怎么不能 没有什么地方 走啊 谢谢 什么男人 你把歌声念一念 就可以了 啥时候啊 节奏还挺好 你的形象 你的音色 你的rap 就是加上你的力气 rap不一定是很快 你一段的也可以rap 十块十块也可以 只要在立动里就行 我除了睡觉就是在学科了吧 基本上 用短来就喜欢 然后比如说老师布置的英文歌 然后给我任务去把它填词 就觉得就是很有趣 就会想着把它变得更好 然后各方面去尝试 李建老师有跟我们交唱过 他会告诉你 这一句的句尾啊 然后或者是下一句的开头啊 就会说得很仔细 这首歌应该投入什么样的感情 应该用你哪一个音色去发挥 拿到一首歌以后 让我就是会有更多的想法 哎我跟你说 kanske 有能听见吗 能 能 能 你再唱一遍啊 音不准啊 音不准啊 哇吧 对 这纯甲是纯甲声 不要嗓一点点劲儿的歌 我觉得他一个不仅能够唱很静的歌曲 也能够唱比较动感 舞台的表现力 也不仅仅是一个抒情歌曲 也能够有一些舞台的感染力 这个是随着节目进行中逐渐发现 而且他能够很快地 把一些歌曲画成自己的一个方式 而且他还有改变能力 用自己的方式 这个自我的一个消化能力很强 转教之后的副歌 再用了 唱过去 其中有一遍 反复的时候 反复之后一遍 然后再回到汉 他记得前面 我觉得可以 从永远 天 那个 对对对对对 秋车 李建老师都会 把我的歌一字一句地扣出来 包括他会跟我说一些奇蛇 我的问题太多了 他给我教了很多东西 我本来也就是不太爱说话 比较内向的一个人 然后跟李建老师接触了以后 李建老师说 我可以把心里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可以再大开一点 你是怎么说的 担张是比较传统一样 他可能不会乐琴 然后乐理直面那么多 但是他最大的一个突出地方 是很用心很认真 比如说他练十遍 他可能会练一百遍 夜经与琴 我们不能说勤能普逐 他实在是没有逐 从他的个性使然 让他决定任何一首歌 必须是舒染于心 然后完全化成自己 他才有一个上台的一个棒 他很多时候跟我有点像 就是说要把它完完全全地掌握 像自己的歌一样 才有可能展现自己 没有就跟吃饭一样 完全消化了 你才能看人的变化 像我这样的人不能编重一点 你是 我给你失踢掉 你还是叫你 我给你转住 我感觉肯定是对我的唱歌提升很大 因为我好久都没有感觉自己有什么进步了 发现一轮一轮的比赛下来 然后经过老师这个指导 我感觉还是有很大的提升 我感觉还是有很大的提升 我感觉你加一个 写一段 改一改 是吧 像我这样 像我这样 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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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到尽可能拖不住的长度 对 就是一个很长的长度 八拍十拍都一样 康夕龙是展现了一个多样性 在他个人风格很强烈的一个技术之上 我觉得他既能够唱内敛的情感 也能唱很释放的外在的一个情感 这其实就比较难 在演唱上需要做调整 很大的调整 康夕龙能够唱流行民谣和那种摇滚乐都可以 我觉得这个一个嗓音的强大 是能够驾驭很多种音乐类型 他的进步就是在于 他知道了 他有时候会问 他需要全放开还不放开 因为他以前只有一种方法 就是完全的释放自己 那样的有的歌可以 但有的歌不可以 但他现在能够意识到 怎么结识自己这种浓郁的情感 能够会做对比 我求这次下场比赛 表示领着学员一块唱一首歌 就选择我的歌 我有歌叫顾向山川 你听懂吗 什么山川 顾向山川 没有 然后学一学会 顾向山川 然后给分一分 若说云烟 也飞过烟 眼前彼岸 何知无点 谁忘记痛 谁能听听 你听过吗 听过 而且我说这歌也太能加 把声说是看不见 迷入山 你唱我听你来 上海西了是吧 你看你唱机就听什么 藍天依然 白云散漫 这两句听就听就听了 藍天依然 白云散漫 你稍微客气一下 你这个听就会踏下来 这个最后的原字我可以拉到 你别太唱 80班 12班就行 刚才那个太长了 唱完原字躺在这个舞台上 可以拉到50几秒 50几秒那没必要 真的假的 真的 成大恩秀姐吗 就成长和变化一定是很明显的 但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 就是他们有一种持续力 或者叫一个再造能力 也可以说一个适应力 随着比赛的延伸 他们能够逐渐发掘自己的潜力 能够适应这个节目给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能够展现自己多方面的音乐材料 你的粉丝比较多很多 你的微博粉丝长了吗 有 长多吗 我原来有三十几个 对 现在不是十多万了吗 但是你要记住 如果从三几个到十几万 就已经有这种变化了 平平今天特别开心 那个集团 哥 这节目还是影响力不早 我微博粉丝前一年 就四个 现在哥发好一倍 几个 十六个 节目播出十六个 作品可以红过人 人呢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标识 有个特点 当然如果他的标识是作品 那是非常好 但如果他的标识是个性 他的语言 他的形象 他的音乐态度 也无可厚非 但是一定要记住这个人 我们应该隐身一下叫 中国好声音 及其人 有声音 有声 我还想跟李嘉老师说一句 真的特别的感谢 能够成为李嘉老师的学员 是我的骄傲 谢谢李嘉老师 我加油 我们都加油 志宇和大壮走了 我心里面 就是挺难受的 志宇他还挺开朗的 然后就变成他来安慰我了 后来志宇说他已经很满足了 他说也不要把它完全当成一个比赛 就是每一轮就是好好享受 几个人在一起练歌选歌 然后跟老师在一起相处的时光 他说就是知足常乐嘛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就够了 我感觉我们这个东北虎战队 是一支看起来可能乱踏踏了 但是我们核心有这个刚强的力量在里头 我们就像高三的学生 像准备高考一样 我们虽然战队的人都比较安静 但是我们个个的内心都很很狂野 我们都个个有个个的风格 我们东北虎战队是一个善良活泼 就是说勇敢温柔团结 然后一起努力上进 然后互相有爱 然后每天很开心快乐幸福的战队 就是在我们战队里就没有硝烟的味道 就是大家都都很友好 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对音乐的热爱 让我感受到了之前的自己 因为我们走专业很长时间了 实际已经不会面对一些音乐 或者听一些音乐 已经不会那么感动了 但这个过程为他们选歌 就站在了他们的角度 又重新变成了一个赤子一样 欣赏音乐 感受是不一样的 所以虽然说我助教于他们 但实际他们也助教于我 比起梦想的遥远 我更依赖生活中的残酷 我就说梦想 不是为了实现的 梦想是让你觉得生活可以更好一些 它是一个人有鼓励 因为这个六人一定会越来越少 我希望被PK下去的选手 也不要灰心 他就是一个比赛而已 无论是被PK掉了 还是往前走的人 都要很珍惜 所以你在这舞台上留下的影像 你这个影像会永远留存 所以它仅仅是一个 让人们认识你的机会 以后的路还非常少 中有青州越过万重山 藍天依然 白云散漫